我们历来的影片都会放在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你回去 假如有时间的话 可以把前面的影片再差不多看一下 另外的话 今天有讲到有关 下载YouTube的标题跟操练 另外你们也可以去找一下PiTube那个专案 那个模组 然后可以试试看 看能不能把这些影片全部抓下来 如果他备份的话 你如果担心 因为这些影片我不敢保证说他永远都在 但也不会马上消失 OK 所以请各位还是务必备份一下 另外我们前面上过的内容云端白板 当然我也建议你自己再把它下载 备份一下 另外的话 我建议最好是自己可以花一点时间 整理你自己的云端笔记 最好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将来你们要用的话 最好就是说 可以马上复制贴拿来 然后修改一下 也许你就可以walk 而不要说你要从头再想说怎么做 那就麻烦了 所以像这种程式 Python已经够简单的 程式真的没几行 但最重要的重点 像我们今天讲的部分 主要其实就教各位怎么样 如果你看到网页上面有什么东西 你就按右键检查一下 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标签跟它的class 一定会有标签 比如说A DIB这些东西 但是不一定会有class 如果没有class 那你就必须什么 像我刚刚讲的 像那个ET的贴码 你就先框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的class是什么 我先fine 不是fine 我fine 然后再去fine里面的fine 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我想大部分的网页应该都抓了下来 OK 那后面的话当然还有更进阶的几个 0605部分 后面还有两个范例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讲完 那以及这边上面也有这个蛮完整的程式 那回去可以试试看 比如说你要抓什么 台湾台采的那个官网上面的开奖号码 那比如说这些号码 你要把它抓下来 怎么抓 OK 回去可以试试看 我这边都有画面 另外的话 抓取Yahoo!股市的资料 OK 这个也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其实蛮简单的 大概概念都这样子 那最后的话 另外还有就是说 除了说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Python来抓 其实也可以用什么VBA来抓 你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不过你会发现 比起来的话 其实程式我还是觉得 如果以抓取那个网路资料的话 其实还是用Python比较简单一些些 但也不是说VBA很困难 可是比起来的话 我是觉得程式这边也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也是透过那个IE软件 它其实这个地方我是透过IE软件里面的一个叫什么 GetElementByTag Tag是它的标签名称 就是它HTML的标签 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抓那个标签名称 就是它的所谓的特征 但是它这个地方 我不确定它能不能装class 抓class 如果可以抓class 其实也有点类似 但是程式相对的还是比较复杂 OK 所以如果两边可以比较一下 那这个地方 因为时间的关系 这边可以全部把它抓下来 所以回去也只可以试试看 把Yahoo!股市这个东西 我这边刚刚已经把它写好了 其实就把它弄起来 就类似像这样 它可以把一个水泥股抓下来 其他也可以全部抓下来 一样可以把它筛到比如说资料库 或者存成CAS等等的 甚至你干脆自己让它判读一下 比如说哪些数字 你可以挑选你投资的喜欢的类股 然后当它价位是多少 自动提报 自动通知你 其实也是不错的 那回去的话可以试试看 这个是0605部分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其他的单元 比如说第7到第12 那各位有兴趣的话 也不妨可以再了解一下 那我会把这个 这总共8次上课的影片 一样放在论坛里面 OK 那我们时间的关系 那今天的话 这一期课程 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 那当然 OK 感谢大家的 在疫情这么严峻 可以坚持到最后了 OK 之后 如果还有兴趣 其实我其他地方上课 YouTube上面影片也会更新 所以如果你还要在follow 想要就是在看一些其他的影片 在我YouTube频道上面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OK 之后如果还有问题 或者说你有找到更好的解答方法 或者解答的程式 当然也欢迎各位 可以再分享给我 因为我其实还蛮想要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台银外汇 从于一直觉得那样的解法 好像不太能理解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理解的 那如果你回去试试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解法 如果有的话 当然也欢迎 可以分享给我 OK 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